我们从花市 刚买和这个茶花呢 一般都是满头花苞 但是养不了多少时间呢 花苞批的花就全掉 那这个呢 到底是哪里出的问题呢 其实呢 最大的问题呢 是出在我们的养护环境上 茶花呢 它是比较喜欢一个 明亮且通风的环境 尤其是我们刚买的茶花 人间原来在温室里 待得舒舒服服的 结果回家 你就把它放到一个 晒不着光且不通风的地方 那当然花苞掉给你看了 而且这还是轻的 那严重的呢 它会感染瘫居病 连叶子呢 都给你掉光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要做好以下这三点 第一个呢 刚买的茶花 不要给它换层 然后做缓苗处理 等到来年的春天啊 它开完的花 这边开始长叶子了以后呢 再去给它换层 是比较合适的 第二个点呢 就是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 明亮且通风的环境 像家里的南洋台 就比较适合养茶花 你像厨房啊 卫生间这些地方 通通都不要养茶花 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在浇水的时候 千万不要忽干忽湿 这个运理器的茶花 对水分是比较敏感的 所以说正确的教训方法呢 应该是 见干见湿 保湿土壤 水分的恒定呢 对茶花是非常关键的 好了 那希望今天的讲解呢 对你有帮助 可以减少你茶花 掉花包的纪律 别动的话记得点个赞 我是大鞋 小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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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